哈喽大家好呀欢迎大家来到幼化教育的素描小课堂我是毛毛老师 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的是素描基础入门材料的介绍 那我们素描材料中包含有哪些呢 首先铅笔、橡皮擦、可塑橡皮泥、纸笔、铅笔延长器、材纸刀、美纹胶带和素描纸 那我们从左到右依次进行介绍 那么首先呢是咱们的素描铅笔 素描铅笔呢有别于其他铅笔后面有标志 这是素描铅笔的特征 例如这只铅笔写了2H 这代表这只铅笔的型号特征 那么我来演示一下每一只铅笔型号的不同区别 首先我先把每只铅笔写上2H H、2B、4B、6B、8B、10B 这就是我们素描绘画中常用到的铅笔型号 从左到右依次是由硬到软 那么我们铅笔的一个成分是怎么样的呢 铅笔是由石墨加粘土组成 这就区分了铅笔的软硬 那么我来将每只铅笔的特征画出来 首先是用的2H 咱们看看它的颜色深浅 好,接着是H 然后是2B 每只铅笔用相同的力度去涂抹一遍 4B 细心的同学可以发现 是不是颜色上有了一定的区别 然后是6B 接着是8B 颜色越来越深了 最后呢 选用的是10B 最软的一支铅笔 那我们可以发现 从硬到软 铅笔它是由浅到深的一个变化 那么硬铅在我们素描绘画中充当什么样的角色呢 首先硬铅它的特点是颜色浅 在素描绘画中一般用于刻画细节 那么软铅在我们素描绘画中是什么样的特点呢 相对于硬铅来说软铅要颜色深一些 一般用于前期的铺调子 那么石墨和黏土的成分呢就决定了硬铅和软铅的颜色深浅 那么硬铅呢它的颜色浅是因为它的石墨含量小于黏土 那么软铅呢石墨含量则大于黏土 接下来是橡皮擦和橡皮泥 首先介绍的是橡皮擦 橡皮擦是用来擦拭画面 我们可以选用材质刀将其斜切 像这样 可以用尖的这头去擦拭画面 打个比方 这里呢我排一组调子 那么我要擦拭它 就用粗的这一头擦拭大面积的调子 如果我想要擦拭小面积的话怎么办 那我们就选用尖的这一头去擦拭 咱们可以发现这个圈圈里面的调子是不是被擦干净了 非常的神奇 那么接下来呢是可塑橡皮泥 可塑橡皮泥呢是可以随意捏动造型 可以随意的去揉捏 也可以将其捏尖 用来滚搓这个调子 也可以去沾 沾掉这个调子 打个比方 咱们排一组调子 用橡皮泥沾浅轻轻的去沾掉 既不影响画面整体效果 就可以将调子部分层次给沾浅 那么如果我想要沾浅某一个局部 那么我就可以将橡皮泥捏尖成一个尖角 去沾掉这个局部 不影响其他的效果 非常的神奇 接下来是纸笔 纸笔呢 在我们素描绘画中分为 细的 中粗的 和粗的 那么我来展示一下纸笔的使用方法 首先我先排一组调子 接下来我选用一支纸笔用来揉擦 有没有发现现在线条感要紧弱了 画面变得均匀细腻 这就是纸笔的功能 用来揉擦画面 那么纸笔呢 为什么会分为细中粗 打个比方 我排一组调子 画上几个不同大小的圆 小的 中等大小的 和大圆 首先我揉大圆 选用粗的纸笔比较方便 接着呢是中等大小的 选用中等粗的纸笔 接下来是细的 用于揉擦画面细节 所以纸笔的大小能够揉擦我们画面不同大小的区域 这就是纸笔的使用方法 接着是纸笔延长器 纸笔延长器呢 一般分为两头粗的和细的一头 分别使用于不同型号的铅笔 不同粗细的铅笔 下面给大家展示一下 一只用了很短的铅笔 使用起来非常的不便利 那么我们就必须要用到铅笔延长器来接长 将卡扣拉下来 找到合适的一头 好 将卡扣呢往上推拉 卡紧 那么一只铅笔呢就延长了 正常使用 好的 那么这就是铅笔延长器的使用方法 接下来呢是材质刀 材质刀呢 咱们在使用的过程中要注意安全 是用来材质 削铅笔 接下来教大家如何削铅笔 首先拿出一只铅笔和材质刀 在铅笔前面部分呢 咱们刻一条印记 大概是2到2.5公分的左右的样子 表示我的铅笔要削这么长 然后呢一只手握住铅笔 一只手抵住你的刀柄 往前推 刀呢与你的笔形成一定的角度 削的时候你的握笔的这只手呢要转动 同时你的手指呢要往前推 在削铅笔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安全 不要削到手了 慢慢的我们的铅笔心就录出来了 大概录出一公分左右的样子 然后将铅笔立起来 接着削铅笔签 在削的时候要轻一点 因为铅笔心比较脆弱 削的时候呢 我们的握笔的手要转动 好的 那么我们一只素描铅笔就削好了 接下来呢要教大家素描绘画中的正确握笔知识 用我们的大拇指 食指和中指轻轻地捏住我们的笔杆 用掌心托住铅笔 不用捏得很紧 要随时能够抽出来 运笔的时候呢要松动自然 可以捏前一点 可以捏后一点 一般情况下呢 我们是捏住中间靠后的位置 好的 那么这就是素描绘画中的握笔知识了 接下来是美纹胶带 美纹胶带呢 也叫纸胶带 一般是用来固定画面 表纸用的 在素描绘画中呢 一般用美纹胶带贴住画面的四个角就可以了 最后呢是素描纸 素描纸呢 推荐新手使用的是八开 160克以上就可以了 我们素描纸呢 两面都可以使用 如果你们也想获取跟我一样的画材 可以微信搜索诱化教育 并在诱化微店里面搜索素描基础材料包就可以购买啦 好的 那我们这节课的内容呢 就到此结束啦 同学们我们下节课再见 ��게요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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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